蒜苔炒肉片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 那么如何才能将这道简单的家常菜做得更好 爱美事爱生活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蒜苔炒肉 蒜苔的根部如果太老可以去除一些 清洗干净的蒜苔马放整齐 切成小段备用 蒜苔炒肉片呢我们用到的是五花肉 有的朋友呢喜欢用瘦肉去炒 做着到蒜苔炒肉呢我们最好还是用五花肉 五花肉炒出来的味道呢非常的香 五花肉经过冰箱冻至几个小时 在改刀的时候呢很容易 点火起锅锅烧热之后锅里加入少许的油 锅中的油烧热之后再把改好刀的五花肉倒入锅中煸炒 再炒五花肉的时候开中小火慢慢的煸炒 把五花肉炒至变色微防微卷 这个过程呢需要的时间呢久一些 肉片煸炒至变色的时候 再往锅中加入一个八角 八角像这样呢把它掰碎放入锅中一起煸炒 加入八角可以增加这个肉的香味 下次你们在做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个试一下 经过不断的煸炒炒出了很多的油脂 再放入小料姜片和蒜片一起煸炒炒出香味 接下来再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酱油迅速的翻炒 炒去酱油的生味炒出香味 接下来再把改小刀的蒜苔倒入锅中继续的翻炒 在炒的时候往锅边溜入少许的水 这样做蒜苔熟的会更快一些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小米辣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一些 下面开始调味 调味只需要放入简单的味精鸡精 盐少许 继续的开大火边炒 做这道蒜苔炒肉 有的朋友喜欢把蒜苔炒的老一些 是在嘴里烂乎乎的 也有的朋友呢喜欢把蒜苔炒的嫩一些 吃在嘴里脆脆的 炒这道菜到最后呢我们是没有勾芡的 做这道蒜苔炒肉是不需要勾芡 锅底呢有一些汤汁最好 很多家常菜我们在炒的时候呢 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这样炒出来的家常菜非常的接地气 非常的下饭 大家看这样炒制出来的蒜苔炒肉 大家感觉怎么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感谢大家点赞关注支持